数据不实 南亚短缴2.5亿空污费 新北地检署查出台塑集团旗下的南亚塑胶树林厂 和连咒科技公司勾结 涉嫌造假监测空污数据 借此短缴空气污染防治费 出估5年至少2亿5千万元 检察官昨天搜索南亚树林厂 并约谈前厂长张国贤在内等12人 新北市环保局前天发现 南亚树林厂网络回报的空污数据 和现场击查不符 前年8月将空污监测电脑 和备份资料带回判读 比对近30万笔数据 察觉近年排放数据异常偏低 查出厂方找联咒科技 在监测软体加装程式 事先设定参数 将空污原始数据 修饰到合格范围后 上传环保局 监测空污项目 包括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两者击查标准都是300ppm 超标就对人体有害 全爱依诈漆伪造文书等对漏页征讯 不排除有更高层主管设案 台塑集团旗下的南亚锦心厂 和华雅气垫公司 前年才遭桃园地检署 查获相同手法舞弊 连补贷罚超过8亿元 台塑集团一名主管说 连总裁王文渊都是昨晚才得知 现在内部正追查了解中 动新闻综合报导